上文书说的小分队的同志们正在雪地行军之际 203首长走着走着站住了 冲大家一摆手 意思是停止前进 首长和同志们说 这个地方发生事情 大家还纳闷呢 怎么呢 这发生什么事呢 哦 有敌情 又不像是有敌情的意思 就在这工夫 前面的尖兵跑回来 向203首长报告 报告什么 在前面的半山腰 发现了一所小茅屋 哦 刘勋仓这么一听 有一所小房子 那是老百姓吧 很可能 到进前看看 203首长瞧出来 战士们从眼光中透露出来 是有点 疑惑不解的意思 没有理解得了首长 这句话是怎么回事 大家 秀一秀看 秀一秀 用鼻子闻闻 大伙用鼻子这么一闻呢 哎 真是 这哪来这么骨子 酒味 喝 这酒味这个大 你枪脑子 到跟前看看 来到这所小房子 跟前 孤零零就这么一家 建国首长 带着人推门 轻轻的从外边进来 独门独院 两间小房 把房门推开 刚给你推的屋门 呼 这个气味孤独的心 他里边就撞出来了 酒味啊 肉味啊 烟味啊 夹着一股子白气 还看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吗 看清楚了 屋子里边 有一扑小炕 炕上放着个小桌子 桌子上摆着有酒有菜 在这小桌的两旁边 坐着两个年迈的老人 一个老爷子 一个老太婆 203首长 为什么方才 和同志们说这么一句 说这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根据情况 以及进山以来 这些日子 所掌握的这些情况看 分析一下 就在这样孤零零的 这么一所小房子里面 有这么一股子 强烈的酒肉味 这怎么回事 当时山区人民 那个苦劲 他怎么能够平常速日 大酒大肉 这么吃这么喝呢 203根据这点 说这会儿有了情况 还真是不出首长所料 进的门来 这老头跟老太太吓傻了 这么一看这都干什么的 高波上前来了 不慌不忙的 到老头的跟前 老大爷 老大娘 别怕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这老爷子好像还没听明白 哦 各位都来了 啊 我们都来了 老大爷 您不用担心 我们是保护老百姓 打土匪的 哦 老头点点头 行了 不知道够不够啊 就是这么些个的 都在桌子摆着呢 你们随便吧 我们俩可以不吃 你们都吃吧 反正我们老两口子 也就这一对了 吃得了啊 我们也得把它吃了 吃不了啊 也得吃 我们打算撑死啊 一块走 高波一听 哎 这老爷子没听明白我的话 203就坐在炕边这儿 接着高波的话 老大爷 大娘 您二位不要这样 要吃饭 您请用饭吧 吃吧 啊 我们不吃 我们都带着干领呢 这老头一听 什么 干领啊 干领我这儿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这不是吗 被子 就这一条 这一条被子 盖了四十年了 炕上啊 半辣炕蹄 就是这一块 有几只鸡 也叫你们宰着吃了 有点酒 也叫你们喝了 剩下这点底 我们老两口子 打算把它打算 哦 这么说 您这儿是有人来过了 啊 有人来过了 老爷子点了点头 气横横的 拧了一锅子烟 随后告诉老太太 你吃你的饭 我跟他们说着 别害怕 里外呀 老命两条 有什么可怕的呀 他们来的人多 人越多越热闹嘛 嗯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方才老头这个害怕的劲儿 哎 一转眼的功夫 一点没剩 都没了 也不害怕 老爷子牢牢叨叨叨的 就说开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连问了好几遍了 我们这不说了吗 高波有点着急 李红毅一白手 老大爷 我们告诉您了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哎 好啊 我家里来了一个了 大伙一听一愣 来了一个干什么的 来了一个 也说他是人民解放军 愣让我们把热炕头腾出来 叫他住 啊 他还带来一个女人 把我家的鸡 也都给杀着吃了 酒 也都给喝了 呃 我们舍不得吃 舍不得用的 那么一点点大米啊 他也都给吃光了 最后还跟我们要东西 我们有什么东西 最后 他还跟带来的那个女人打起来 两个人打得不宜乐乎 把我这个家给砸个乱七八糟 我这刚一拦一劝 他一脚把我给踹倒了 随后呢 他揪着那个女人的头发 往门外拷啊 拷出去 就听那女人喊救命 连喊带叫 咱也劝不了 也说不了 这功夫啊 哼 我们再出去一看 那女人没影了 广盛那个家伙 自个儿 说自个儿是解放军那个 他回来了 到屋里头 又把这一壶酒 一扬脖子喝下去 忽然间呢 他耳朵怎么一知道 好像听见点什么 嗯 随后呢 他从我这门跑出去了 他就扒着个山头 往这个北边看 看来看去呀 就听他自言自语的说 哎呀天呐 不对劲啊 这还了得 我得走 哎 说到这会儿 老爷子一扭头 问老婆 他这几句话 是这么说的不是 老婆啊 根本就没吃饭 他那听着 点了点头 就这么说的 哎 他就跑了 203首长和同志们 这么一听 好大胆子 有人冒充人民解放军 这个家伙多坏呀 到这会儿来 胡闹 把老乡糟蹋得不像样 这人在哪 逃了 有多大时间 老头把烟袋望上一举 两带烟的功夫 两带烟的功夫 刘勋昌就过来了 203首长 赶快追去吧 嗯 203点点头 同意刘勋昌 这个说法 应该去追 不过这会儿 已经发生了 人命事情 老人家方才说 被揪出去的 那个女人 一去没回来 很可能 是将这家伙给杀了 派同志们分头去找 随后呢 叫孙达德 和杨子荣 你们两个人 顺着匪徒的脚踪 往下追 不要很快的就把他抓住 这个匪徒呢 很可能是往匪朝跑 他要往匪朝跑 叫他把我们和匪朝的一个距离 尽量拉短这一点 我懂得了首长的意图 我可以走了吗 203冲杨子荣点点头 回头见 中心成功 握了握手 一回身 杨子荣和孙达德 就跑出去了 什么叫疲劳 哪叫恶 早就被英雄 给抛到了九霄云外 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事 越追越急 是越赶越快 杨子荣和孙达德走 刘勋桑李红义 连白卢啊 这几个同志跑出来 这么一找 就在这个山路旁边 一片小树林子里头 发现了一具死尸 还捡来了一只手套 这死尸 是个女人 身中三刀 前胸一刀 背后一刀 脖子上一刀 但是都没伤致命 脖子上这一刀呢 刺歪歪了 白卢告诉我 快点 到了跟前 用手一摸 被伤人的这个脉搏啊 哎 还有救 刘勋桑一听 有救 不顾一切 刷一下 把这女人就给抱起来 就像大人抱小孩 又像滴了四两棉花似的 就给抱回来 放在炕上 白卢赶快抢救 李鸿义把那只手套也逼回来 交到首长203的跟前 一看 确实是解放军军用手套 这会儿抢救这个女人 先甭提了 单说杨子荣和孙大德 这俩人越追越紧 越赶越急 雪下别大 他们俩人走得也快 呵 追着追着 在前面发现了个小黑点 这小黑点 是一点一点的蠕动了 啊 是这个家伙不是 孙大德问子荣 是这个家伙不是 杨子荣一抬手 刷 被胸前挂着 望远镜 用望远镜 怎么一打呀 呵 马上就像把这长长的一条大地 轻的心 给压扁了一样 怎么呢 这地方短了一大块 马上把这黑点给揪在眼前来了 子荣看得挺清楚 是一个穿黄大衣的人 皮帽子 戴着脑瓢上去 逼了歪鞋在那跑 他一边跑着不是吗 谁一边回头 贼头贼脑袋 脑袋像不冷骨似的 回头紧着看 是的 没错 老孙一听没错 哎呀 孙达德摸了摸手枪 颠了颠手 怎么呢 没法打 有效射程已经超过 手枪够不着他 哎 子荣一听不能打呀 203首长不是说了吗 尽量啊 不很快的把他抓住 让他跑一段路 他这是往他们那家里跑的 他越跑得近 咱不是跟得越近吗 对呀 对 就在后边坠着他 坠可是坠 这么远可不行 得加油 往上赶 呼 这前边这家伙这么一看呢 坏了 后边有人追下来 这俩人这腿怎么这么快啊 一步啊 就盯这家伙两步 这小子跟头拔似的 哭吱下了 摔爬下了 弄了一脸的血啊 骑着哭吱爬上这山坡来 他往下一看 下边是一段坡路 干脆了 走得多麻烦呢 我滚得了 他一抱脑袋 滚成个雪球了 随后站起来再跑 孙大德和子荣爬上山头 一看 这小子腿够快啊 怎么呢 就看他在山头上一晃 怎么会出去那么远了呢 一看雪地的痕迹啊 俩人都乐了 笑什么呢 笑这个愚蠢的家伙 啊 嫌他的腿慢 这小子滚开了 你滚多快也不行啊 追 俩人顺这山头上就追下来 追着追着看前面 黑呀呀雾沉沉 蜜沉叠脆脆脆的 是一片大树林子 这是个什么地方 树林子里边呢 盈盈戳戳的 好像是有栋房子 容等追到了这个近前 子荣和达德 明明看着 前面跑的这小子 进了那大门了 进那房子大门了 这俩人又跑了一段路 才瞧清楚 不是一所普通的房子 是什么地方 是一座庙 呵 这座庙堪称为深山古叉 周围啊 庙院墙的四周 栽的都是松树和百树 这个庙说大嘛 也不太大 可是上下呀 是三七二十一层的台阶啊 东西的狮子分左右 这个山门呢 在正当中 左右俩脚门 在这台阶的下 门的正中 有一颗高大的旗杆 有八尺高的夹杆石啊 旗杆顶子的下头呢 还有个小雕斗 这雪这么一下 把那雕斗里边啊 都给灌满了 这个庙 怎么这么清静啊 出去了 风吹松摆的声音而外 再听不见别的动静了 这座庙真称得起是古庙 就像几百年没人来过 那个地方似的 敬得要命啊 俩人都站住了 在树后藏着身 紧握着大肚匣子枪 往这个庙里边端起 往这个庙的外边仔细看 先熟悉了这个环境 正在这工夫 从庙里边传出来 一声钟响 咚 火 敲上钟了 走 子荣一晃头 叫孙达德走 这说明这个家伙 已经跑到庙里去了 他是藏起来了 还是 顺后门跑出去了呢 嗯 怎么这个钟 咱们这个时候想呢 这怎么回事啊 到里边看 俩人 闯到了这庙的里边来 哼 到了庙院里头 这么一瞧 这院里边都是拿这个二尺四线方的那个石头块啊 拼的地 很平啊 下那么深的雪不是吗 院子里头没有多少雪 那怎么回事呢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院子方才是有人把它打扫过了 大殿是三间 东西配电 各两间 大殿的后边呢 还有很大的地方 可能有中殿呢 有后殿 嗯 俩人一听这钟声 是从这个传出来的吗 不 在这大殿的左右不是吗 有中古两座楼 一个小钟楼啊 一个小鼓楼 钟声是从钟楼里传出来的 可是进到院里来呢 就听这大殿里边 有沐鱼的声音 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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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 谁敲墨驴呢 到了这大殿的跟前 翻脸往上看 上边横悬着一块 泥巾大扁呢 有五尺长 写着三个大字 三清殿 这是三清殿呢 三清殿 是什么神心呢 按迷信说呀 就是太清 玉清 上清 这么三清 撒老道 子荣和达德就进了屋了 到了大殿屋里头一看 这大殿屋里收拾的挺干净 营顶头上掉了一盏海灯 那三清巷上都配着 姓黄的袍 都是黄云段的 下边写着是信使弟子 某某某赠 迎面呢 高大的香案 香案上摆着香炉辣签 有全唐的武功 辣呀 都有河头那么粗 二尺多高 还点着了 刚上的香 屋子里是香烟缭绕 在桌案前边 有一个大铺团 在这铺团上 那盒跪着一个人 是一个女人 怀里抱着个小孩 用两床小被子 外加一个毯子 包着这孩子 大概好像是山里头啊 这个温度低 怕把这孩子给冻着 所以呀 就夹了这么两层 他跪的那会儿 嘴里头一劲直叨叨 也不知道他嘟弄什么 在这个跪着的女人 左面 这儿有一小茶匠 茶匠上也展着一盏灯 在茶匠上放着一本经 茶匠的后边 放着一把大椅子 椅子上那儿坐着一老道 哼 这老道可真神奇啊 坐着那会儿 连眼皮也不胎 一个手 打着技术 摆到了他的胸前 那个右手往桌子上 那么一煮 左手单掌往胸前那儿一摆 嘴里头嘟嘟囔囔 哦 那是诵经呢 离他不远呢 桌脚那儿 站着一小老道 这小老道的年纪啊 也就有个十八九岁 那么个样子 穿着一件又肥又长 又勒勒的道袍 腰里头 记着一根袋子 手里头拿着个木驴的锤啊 棒啊 棒的死去白裂的 敲那木驴 跟个机器人似的 敲一下 停一下 敲一下 停一下 棒棒棒棒 跟歇爵子似的 在那歇 一瞧这也没有别的了 孙达德站的这儿就有点急了 进庙那小子呢 没影了 不知道哪儿去了 喂 打听一下 刚才有个人进来了 看见了没有 问谁呢 问那老道呢 孙达德一问这老道 这个老道 就像没听见一样 根本就没理这茬啊 孙达德要发火了 他刚往上一抢步 叫子荣给拦住了 子荣冲着老孙摆了摆手 随后使了一个眼色 这个意思是 别理他们 咱们先进行搜寻 俩人到这个三青巷 后边看了看 随后 从这个大殿里边出来 百倍警惕的 往这后边搜 别看俩人 来了个兵分两路 一东一西 都抄过的 到后边也瞧了 没有 子荣看得特别仔细 低着头 他把每一个地方都瞧瞧 瞧什么呢 看看有没有出去的脚印 这么一看呢 没有 啊 这充分说明跑进庙里来的这土匪呀 没出去 就在庙里边呢 俩人从后不又翻回来了 一碰面 老孙呢 就有点着急呀 老杨 干脆 把那老赵修出来问问他 那怎么能行啊 咱也不知道他是好人是坏人 愣往外揪 这不行 咱还得呀 注意点态度 再进去问问他 我问 子荣说完了 他们俩人就进来这大殿 一瞧啊 怎么还没完呢 大概这女人呢 在这跪箱呢 怎么叫跪箱啊 那箱有多高啊 从点着开始 就那跪着 一直啊 得摆在跪着着玩了 这叫跪箱 这女的那跪着 头也不抬 一阵用那手啊 拍那孩子 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他这孩子 也不哭 也不叫 倒是挺听话 他那么拍着 那孩子就那么忍着 大概那老道念的经 有点催眠术的作用 还是 还能念呢 道长 子荣啊 真是挺客气 老你家 我打听一下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方才啊 有一个匪人 叫我们给追下来 追在您这庙这 我们明明看见 这个匪人进到庙里来了 可是他不见了 我们在四歪一找 又没有出庙的脚印 既没有足迹 那么说明 他还是在庙里 不过我们是外来的 这个庙里的情况 我们也不太熟悉 请道长你帮帮忙 帮我们找一找 好不好啊 子荣很温和的跟这个老道商量 这老道 刷 把这手放下来了 他把那个眼皮这么一撩 这老道上眼皮长 下眼皮短 他一撩那眼皮啊 就像那个小卷窗 往上一卷 那意思是 穿啦的些 老孙一看 活 这老家伙 孙达德 真不错啊 听了子荣的话 他可一声也没吭 可达德站那儿也没光愣着 他瞧瞧那小老道 看看那个女人 子荣那说话那功夫呢 老孙呢 就光端心这个女人 这女人有什么特征 叫孙达德对他这么注意 这女人可真怪 他这个穿戴打扮 太特殊了 怎么那么特殊啊 他穿着这么一件呢 轻视布的小棉袄 这小棉袄的外边呢 还套着这么一件 马甲 大龙的马甲呀 要从那小棉袄看呢 她是个乡下来的女人 要瞧这马甲呢 像城市里边的女人 既不像城市的 也不像乡村的 那真是乘不乘 乡不乡 公不公 伤不伤啊 怎么这样呢 另外这女人呢 那个眼睛也没闲着 来回直转悠 她不是一心一意的在那求佛 她是这会儿想事呢 更使孙达德注意的 是他怀里抱着的那个孩子 一声不哭 一声不叫 那阿德往前一栖身就过来了 喂 大嫂 你这孩子 得了病了吗 得的什么病呢 啊 外边天可凉啊 得给孩子包园着点 说着话 老孙把大手望过一身 表示关心的意思 他要摸摸这孩子 可这女人给吓她 当时就坐在那儿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